這個是哪一個國家的護照 你不知道齁 看我出來 基本上他沒問題喔 雖然他的國民被毛毛蟲貼起來 但是他的小孩子喜歡毛毛蟲 所以他小孩子就貼一個毛毛蟲 把加拿大蓋掉了 但是他在全世界從來沒有遇到問題 加拿大 我想請問一下拿這一個護照來的 我們會認為他有公信力的問題 像你們公文裡面 我們會要求這個外國人說 你不能進來或是被約談或是被遣返嗎 會嗎 他從來沒有問題喔 對這個看移民署齁 這個在這個邊界 應該不至於 你看這美國 但是這個是墨西哥的國徽 他在美國護照上面貼了一個墨西哥的國徽 我們看到這個會把他約談或遣返嗎 也不會吧 很奇怪耶 我們只會對台灣人耶 所以美國人 加拿大人他愛怎麼貼都OK 但台灣人不行嗎 封面貼貼紙 影響到他的公信力 影響到他有可能有真偽的問題 那事實上我剛剛講的這個美國人的護照 加拿大人的這個護照 我們應該要把他約談甚至遣返啊 因為就像沈大使說的嘛 世界上沒有一個毛毛蟲共和國啊 世界上也沒有一個美利兼墨西哥共和國啊 所以我們理論上照沈大使講的如果沒有錯的話 我們應該要發函給全世界說 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拿護照來 只要上面有貼貼紙 我們都會約談 但是我們不會這樣做啦 我們不會啦 今天的新聞出去告訴大家說 這一條在外交國防委員會廢掉了 你們剛剛也說OK 所以以後大家上面不管你貼毛毛蟲 還是墨西哥的國徽 還是貼什麼台灣國出去 我們有可能善意的提醒 但是不會再被約談 不會再被刁難 不會再延遲 對 跟我也包括 這個因為我們都尊重這個新國會的這個決定